你打我接 来来回回 在一季超猛杀球 虽然不是年轻人了 但是伸手还是很矫健 这里是社区的公社 而里头的住户 亲一色都是 60岁上下的银法族 例えばそれが難しい場合 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と思うんです 例えば子供の人生があって 仕事があって 奥さんがいてっていう風になると その必ず子供が見ないといけない ってことになると すごくそのプレッシャーが 大き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私は私の父と母は 私にその世話をしてくれ と思ってないと思うんです 不用踏出社区 自成養生楽活生活圈 游泳池KTV 三温暖甚至温泉湯屋 还有特别为银法族 設計菜单的营养餐厅 各式各样想得到的通通有 除了休閒娛乐的设施 还有完整的医療照护系统 原区公社占比高达60% 还特别设有诊监以及药局 每天安排不同科的医师来看诊 入住長者可以直接领取处方签 弱势行动不便 还有专人轻送到房内 另外还有独立设置 护理之家 让住户究竟享有一条龙式的照护服务 一般科加一科 还有这个骨科复健科 所以算是多专科 就有一个病患来 他说他之前都要跑大医院 要排队排很久 比如说看一个医生要等两个小时 或者他要坐车劳顿 可是在我们这个健康园区这边 其实很快我就可以 帮他做一个药物整合 我们几乎是把我们整个医院 都带到这个地方 最重要就是帮助民众 他可以药吃的越来越少 然后就医方便 医疗的可净性跟便利性 直接把诊所搬进社区 省去舟车劳顿的辛劳 打造全面的便利性 这可是特别自日本 美国加拿大取经 打造出的亚洲健康智慧园区 整个园区占地6000坪 那么处处都是用心的小细节 包含了这个可以公住户栽种的 小菜园小果园 就特别把植物给架高 让他们不用弯腰驼背的 整个园区就是为了银法族特别打造的 高级度假村的住宅概念 就是因为看准现在台湾的老人化社会 是越来越严重了 再过两年台湾就正式进入超高零化社会 从明年开始 75岁以上的老人家每年会增加10万人 这个老化速度是全球之冠 不只是正在发生更是持续加速当中 根据最新资料 2023年4月全台65岁以上人口 已经达到了415.8万人 占了总人口的17.8% 等于每5个人就有一位是高龄人口 到了2025年也就是两年之后 台湾的老年人口数 即将超过总人口数的20% 除了比例惊人之外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台湾能因应老年化社会的时间 算一算少之又少 未来不只是银法驱逝 银法海啸 而是银法风暴 台湾人口老化的速度非常快 那即便真正老化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华丽转身 能够达到享受生命的二世美好 子女当然都非常孝顺 那他们都希望能够增加陪父母亲 但他们有更多的人际关系 要去互动 也因此可能在时间上并不好调配 而且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他们并不是专业型的 这种照顾型的人员 内政部公布最新的生命表 台湾人平均寿命为79.84岁 当医疗科技技术不断进步 活得老 活得好 也要活得有品质 从十一铸行娱乐 对于银法族的照顾规划 也得要加速前进 去月新闻中的荣穷月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